西方媒体也有标题的 所以说好像大家有点误解 因为对我来说 我是一个一国两制最信奉一国两制的一个人 爱国爱港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伟大的 一个政治治理机制的实验 但是我的确提到了 这个巨大的伟大的实验 一国和两制这两个核心要素上 目前来看都没有落实到实施的一个缺陷 就是一国到今天 是不是能够保证一国不受挑战 也制度上还没有一个完全的制度安排完成 同时呢 两制特别是体现到这个港人治港的这个普选 到目前也没有落实 就这两个一国两制中间 两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保证一国不受挑战 一国得不到保证 中央当然没有理由信任 如果说中央能够信任 就是我们港人要普选 要政治权利 要来以后干什么 要来以后解决我们香港内地的事务 解决我们的政治民生经济 那我觉得中央一定会给的 那可是如果说我们可能拿出来以后 是作为一个反对一国的一个更强的政治基础 那当然就不可能落实普选 所以这两件事情本身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如果早早的把它放在一起做 是不是信任就可以在一个良性的循环中间互增 但是这样的困境一定最终要靠政治解决方案 才能走得出来 暴力在任何国家 任何地区 任何地方 都绝对不可能达到你的政治目的 那香港一旦走入到了暴力的 不回头之路的话呢 那就是万丈深渊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